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 这一期世界背后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去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随时把我们的节目带着走 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 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公众的支持 唯有公众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独立媒体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 我觉得非常好看的纪录片 叫做米昌的孩子 这个是在描述在台湾南部 美农的一些农业区域里头的孩子 还有这些农民的一些故事 可是他跟我们以前可能看过的 五米热比较不太一样 五米热相对是好像 没必要 没必要 没必要必须要苦中作乐 但是我们看到 这部片子里面的农村的孩子 或者在农村的农夫 其实当然有他辛苦的一面 也有他非常开心 欢乐的一面 这外星的快乐的一面 而不是那种好像苦中作乐 而他其实发现了一些真正有趣的地方 真正在农业上面的价值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访问的是 这部片子的两位导演 一位是李慧宜 慧宜你好 你好 管老师大家好 慧宜之前是公共电视的记者 目前他是一个斜杠的 斜杠不了的一种 不玩的一种 各式各样的身份是妈妈是媳妇是妻子 是作家是独立记者 应该也是农夫 应该有各式各样的身份 是斜杠在你的身上 待会儿也许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你自己的这些斜杠的一些经验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导演 曾洪志 曾导演你好 洪志你好 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洪志从2004年就是客台的 这个高雄的驻地记者 那不过他现在不只是一个驻地记者 他其实也是一个半农半媒体 半农班X的一个 专业的农村工作者 也是一个媒体工作者 那我刚刚在一开始 有跟两位说 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角色互换 因为我以前可能是你们的受访者 那不过现在不同的 就是换我来访问你们 希望我的服务 还可以让两位可以得到满意 钱老师手下留情 我们也是有一点点访问的专业的 好开玩笑 我想一开始我们一样 就是先从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 一些想法开始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一部片子 我知道两位其实过去也拍过一些专题报导 也入围也得奖 也谈了一些跟农村有关的议题 那可是会特别选择 来拍这部片子是什么原因 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部片子的一些内容吗 OK 先简单跟大家说一声 其实我跟洪志我们两个的性质很像 就是说我们身兼记者 不管是独立记者 还是说他是客家电视的记者 其实我们都是从事采访报导的工作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在务农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们很难去分辨上下班打卡 去采访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对我们来说一天24小时 一个星期七天 那其实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农村 只是这个时候我们是在田里工作 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是在采访的现场工作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样的 那大概2018年2019年的时候 因为我的小孩他上了国小读书 所以我就开始有机会 除了就是采访跟在田里工作以外 我就开始要去练习当志工妈妈这样 那当然学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也常常会跟洪志交换意见 哎呀他们学校又要去插秧 他们学校又要去种菜 然后我们还要当志工很累等等 结果有一次在志工会议里面 我就听到校长跟主任说 说哇我们学校明年就要100周年校庆了 然后100周年校庆的那一年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 就是要带小孩去日本 然后他们要去找 他们已经找到了当年在日治时期 这个学校第二任校长的儿子 这个儿子呢 是在龙渡国小的校长宿舍出生的 然后因为我觉得哇我超感动的 所以我就一样就赶快去跟洪志说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干嘛在笑什么 我就觉得说眼前一个故事走过来 你要让他走离开你 我觉得我很舍不得 即是很混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对对对所以我就跟洪志说 然后我们也很很想试着记录看看 但是我们其实那时候心里还不知道 我们想拍什么故事 我们只是觉得有一个故事来了 我们想先记录 先记录这样子 所以这其实是一开始这部纪录片的头 然后后来记录的过程中拍了孩子在学校的食农教育 然后也开始去寻找 这个学校的食农教育为什么能够称 从2004年称到现在 而且越搞越大 然后我们也因此而去跟着拍这个 推动食农教育的这个舵手黄洪松老师 那在这一段过程中我们本身就是农友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认识一个农民是我们很好的朋友 刚好他又是农度国小的校友 然后在推食农教育的过程中 黄洪松主任又请他回来学校 帮小孩子上课 介绍农民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然后要怎么样务农施肥 注意田间的生态才能够把稻米种的更好 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从本来要去拍百年校庆的日本行 然后到后来拍学校的食农教育 接着拍这个老师 舵手食农教育的舵手老师 然后又拍了黄伟辰安明 这个食农教育的这个被学校请来的夜市这样子 后来我们就觉得它可以成为一部纪录片 对然后我们就其实就是其实就是故事和主角一直靠近我们 然后我们一边记录我们就慢慢形成了这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都存在了 并不是我们去创造它 这其实在采访或者在不管是新闻也好 或者是这个纪录片 它常是一个不断的探索 不断的卷动 不断的发掘的过程 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是相互关联的 然后它是相互影响 那也因此这个原本可能是一个单纯的拍一个日本型 但是其实在拍的是一个台湾农业的发展 以及所谓的食农教育 跟本土文化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的内容 那刚刚其实会有提到说 是因为去参与了一些当自公妈妈 然后去参与了农度国小 那这个彭志是去当自公爸爸吗 就是为什么会开始建筑呢 自公叔叔 他有关自公叔叔 自公叔叔 那个我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 我在农度国小的学校的后方租了一个房子 就是一个三个月的活房 对 那时候其实也是因为觉得好像工作上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感觉起来会比较方便 因为我本身是屏东内图人 我并不是美农人 那所以就想说 如果有这个空间可以休息或可以写稿 或者是在做什么 其实会比较方便嘛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会 其实跟农度国小很靠近 因为农度国小跟我住的伙伴大概是六七百公尺而已 非常近 非常近 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学校呢 他什么时候插秧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收割 或者什么时候要种菜 或者是这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都可以透过那个广播系统听得到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其实跟农度国小的关系 呃就是非常的亲近这样子 嗯好 那这个其实就是认识 或者是接近农度国小一个缘由 后来有一次是因为我去拍了那时候宏松 200大概是2007年 2007年左右 那个时候宏松 他们就是在做那个食农教育的推广 就是重道体验这样子 因为这个关系就是认识了宏松 那可是 可是其实我对宏松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有一次他们在 呃六年级的毕业旅行的时候啊 他就带那个小朋友骑着脚踏车啊 后来去到那个 呃走走到就是呃 做那个社区巡礼 他们就是穿穿过了那个 社区的那个街道火房 后来又后来又沿着那个水郡 美农的那个石山水郡 最后到那个 呃施行顶上的那个制高点 去看美农平原 我对这件事情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因为我我一直觉得说嗯 为什么会有一个学校的主任 想做这件事情呢 我非常好奇 嗯 我那时候我非常好奇 那那一天我还记得说那个 宏松他就拿了一把吉他 嗯 他就唱了那个林森祥 我们森祥 森祥他写了一首歌 是那个叫做美农三下 对 哦 就美农三下他就在那个 美农的制高点 那教小朋友唱这首歌 那小朋友跟着跟着跟着 呃跟着 宏松在唱 跟着学校主任在唱 哎 你会突然发觉到 他用这样子一个很亲民的方式 就是教小朋友去认识自己的家乡 呀呀 嗯 对 你会透过那个歌词 你会觉得说哇 我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老师会这样子做 宏松会这样子做 这是我觉得 当时觉得很神奇 甚至是起鸡皮疙瘩的事情 这样子 嗯 对 啊 因为因为这样子 其实对宏松就会有一些 基本的 嗯 认识 也觉得这个人很特别 嗯 所以所以 当我们在拍百年校期的时候 其实 其实我们算 很快的就 进入了拍摄的状态 因为其实都是认识十几年的朋友 嗯 大概是这样子 嗯 呃 这就让我想到很多学校 或者说我们在教育里面 一直来推动所有的本土教育 乡土教育 但它变成是一个课程 变成是在一个教室里面 那个反而有时候会让他觉得 哇 我要来上课 我好烦哦 然后那个效果 好像那个那个 所谓的教育这件事情 很自私化 可是你刚刚谈到弹吉他 然后 起脚直接在这个田园里面 在影片里面 我们有看到 类似这样的一个画面 你会觉得 哇 这其实是在玩嘛 就是在开心嘛 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学到了很多很多 呃 可能是一个很有价值 但是不一定是有价格啦 就是可能不太 未来不一定会赚掉钱 发大财的东西 可是那个价值是无形当中 他就可以去感染 他还会去接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 很有趣的教育哦 但其实美容 当然他不会算是一个 所谓的偏乡 那当然看怎么去界定啊 可是在台湾有很多所谓的偏乡 他都会面临到 所谓人口流失的问题哦 那即使美容 他其实严格来讲 我也不觉得是偏乡 但是你从我们过去看 听到申祥的歌里面 他会提到说 我们要到都市里面去打拼啊 就是他还是会希望到都市的过程 所以他会面临到所谓的人口流失 也会遇到甚至会有些遇到肺孝的困境 我不知道这个农度国小 是不是也会有面临到类似的问题 可是一旦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农村孩子的教育 他可能就会面临到所谓的资源上面的 一些不足 或者是他可能在这一种 常常要面临到这些孩子 可能随时会移动的这种状况 我不晓得农村 农度国小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 那在农村里面的孩童的处境 一般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部分我来先讲讲看好不好 就是我要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觉得农度国小对我来说啊 他是我 他是促使我觉得婚姻 结婚或是生小孩 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可行的一种人生选择 哇 这么严重 就是其实 洪志那个时候 他在受到洪松主任的一些刺激或启发的同时 其实那时候我跟洪志是住在同一间三合院 就是我们是住隔壁 然后我们 对 所以我很能够去体会洪志讲的 就是我们是随着农度国小的终生 尤其在写稿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时候孩子在读书 这时候孩子在下课 所以你那时候对农度国小的 你的生活节奏感跟农度国小很一致 会有那种一致的感觉 然后 那在那个时候呢 你知道老师也知道我过去 比较多是在做环境议题的报告 对 所以我们常常在拍摄污染 然后或者是一些违法的掩埋 然后你大部分接触的就是 要解决这些污染啊 或是掩埋啊 或者是那种 争地 就是争地 农业没落的这些事情 其实很困难 你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很无望 像很多记者其实也是有忧郁症 就大家就觉得说 我跑新闻做什么 我跑了只不过也只是把讯息传递出去 把故事说清楚 可是对于改善这个世界 或是让社会更好 基本上很困难 因为有时候会有些无力感 对 会有非常强烈的无力感 会怀疑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 所以当我在跟洪志那个时候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 其实洪志是比我更早一点 那如果说简约来讲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 我们接触到 龙度国小这样的学校 尤其对我来讲 我就开始觉得 这是个人可以生活的地方 它很适合人生活 人在这里有一定的自由性 主体性 然后我们可以跟自然建立一种关系 那种关系是我们跟在都市生活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都市你会听到鸟语花香 如果你们家附近有公园的话 可是你不会觉得 这个鸟语花香跟你的生命有联动 可是你在农村会有很强烈的联动感 然后你就会觉得 即便我是一个人工作 我是一个人做任何事情 我都不觉得孤单 所以我觉得农村给我很强烈这种感觉 我就觉得 这里很适合结婚啊 生小孩啊 所以我自然而然遇到我先生以后 我就觉得 我就不会抗拒 我就会觉得 那也试试看 结婚生小孩好了 那回到老师刚刚讲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老师你会不会觉得 有人是要离开农村 对不对 像我们这种就是觉得 要在农村才找得到归属感 家的感觉 所以我是那种相反的人 我跟大部分的人在往外走的时候 我就是往里面走 因为你比较叛逆 对 也没有比较叛逆 就是我觉得那个归属感对我来讲很重要 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 对我被这个地方拥抱 然后 我觉得我们农村的孩子 其实面临了最大的困境就是 进来的力量很少 出去的力量很大 对 对 像我以我们家小朋友的例子来讲 他的同学跟他同年纪的 第一批出去的就是 要上小学前 幼稚园毕业阿公阿嬷带大了 要上小学前 是第一批出走潮 爸爸妈妈会开始带去高雄市读书 或是屏东市台南市读书 第二批出走潮 就是国小毕业要上国中的时候 就一批一批的这样子的出走潮 是那种 你会感觉到那个学生的人口 是急速的下降 那可是很有趣的是 比如说我让孩子在这里出生 长大拥有他们的童年 然后他们也的确在龙渡国小 获得了非常饱满的 环境教育跟农业教育 那现在我的小孩六年级了 老大六年级了 那他要上国中 我也开始面临到一种选择 我不知道我们附近的这几所国中 有哪一所国中可以接到 他的所谓这种环境教育 跟农业教育的内涵 对 就是因为其实他已经被迫 都要进入了升学的系统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 当我们想要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好像会有一个门槛要跨 那个门槛 比如说到了国中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好像跨不过去 好像到哪一所学校都一样 那我跟我先生 我们就会讨论 我们是不是变成 我们要变成是接手 龙渡国小的那个角色 因为已经没有学校教育 可以支撑孩子做这件事了 那我们这种往里面走 往农村走 往农村生活的人 我们就必须也要扮演一个 接住孩子的角色 我们希望孩子在我们的互动里面 可以延续环境或是农村的议题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讲 大部分的人看到可能就是 我们可能教育资源没有那么丰沛 我们可能流浪老师比较多 代课的情况会比较多 就偏向一般的问题都会遇到 甚至龙渡国小其实遇到的问题是 他虽然没有那种代课老师 或者是教学不延续的问题 但是他们也面临到青黄不接 比如说 红松主任可能也要退休了 跟红松主任一起在追踪 食农教育的人也 即将进入退休的年纪 考虑要三年后或五年后退休 那这种的困境就跟我们的困境一样 我们要迈向下一步的时候 我们会突然觉得 那谁可以接住 接住孩子或是接住这样的教育内涵 那我们是已经 龙渡国小是已经走到一个阶段了 面临这个问题 可是其实还有更多的学校 连这个阶段都走不到 我想即使是乡村的学校 他恐怕也不见得会有经历过 或是愿意经历过这样的一些阶段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小学 但是距离民雄市区的小学 大概也不过是五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路程 而且是有一条大学路是可以直通的 但是我听到有些小学老师给我的一些回应 就是他们发现有些小学老师 他原本到民雄是希望到民雄国小 这个比较市区的小学 可是他一旦被分派到相对之下 只有差五公里的地方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怎么会到这么偏僻的地方 就那个想要离开跟流动的情形 他就会很严重 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些少数 当然我自己有一些老 有一些朋友他在高雄教书 但是他就是要居梅龙 然后小孩就读农度国小 对那这样的会不会是一种少数 特别是当他们强调这一种 比较谈到是一种食农教育 客家文化这些 比较没有竞争力 挂号比较没有竞争力的这一种 教学或是教育的方式 他真的能够吸引到学生吗 或是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哎呦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我赶快更快的离开吧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红色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我想补充一下 这个是有一次我跟那个洪松主任 在聊天的时候做一个访谈 其实这个学校 我觉得他非常的有特色 比如说他一到六年级的时候 他其实是去发展所谓的本土语言课程 就是客家化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里面 他其实是融入到他的教学里面 那这个教学里面 其实他又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就是食农的部分 比如说他上学期的时候 他们就会种菜 他们学家旁边有一块地 那个地里面可以让你种萝卜 种什么葱 或者是高丽菜 什么之类的 到了下学期 就是大概是春天的时候 又种稻子 这个就是他们在食农部分 所做的事情 那第二个部分是生态 这个学校后面有一座山 很妙 这个学校后面 这个龙都国家 他后面本身就一座山 这个山呢 学校的老师会带着小朋友 到那个山里面去认识动植物 那甚至就是说 在里面去举办各式样的活动 这样子 认识里面的生态 这个是上学期的事情 可是到下学期的时候 下学期的时候 他们会教小朋友去认识 因为美龙其实在这个季节 比如说在夏天 夏天春夏交际的时候 其实会有黄蝶这样子 那这个黄蝶的 在周边环境里面 其实就会变成这个学校 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素材 就是认识昆虫生 那还有一个就是客家文化 因为龙渡他在美农 他也是个客家庄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 他们其实会规划远逐的路线 那就是透过远逐的路线去安排到 比如说是村庄 或者是水郡 或是其他一些庙宇 或者一些地方的景点 有文化历史的 一些场率 让小朋友能够透过 一个实际接触的部分 那不知不觉的从吸收到 我觉得老师要给他们 在地养分的部分这样子 我觉得他的课程安排 其实是非常的 非常的区域性 非常的接地气这样子 后来 其实我想回应一下 刚才会议讲的 就是家长的家长心理的 可能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去想说 以后如果说龙渡国小 毕业的学生以后 当初选择龙渡国小 就读的 让孩子就读的这些家长 如果孩子毕业以后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 学校的老师一直在做 让孩子更有信心的事情 那个更有信心是包括说 他透过认识自己的家乡 认识农作物 还有认识自己的语言的部分 让他好像有一个 让有一个 好像他里面会有一些 一些养分存在这样子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其实也是在 我觉得也是在提醒 提醒家长 说不要忘记说自己 其实过去也是有那一块 那因为大环境的关系 后来整个好像就 做出另外一种选择 这样子 我是觉得其实 龙渡国小 他一直在做一个保总的动作 这样子 就是说希望说这些农村的孩子 即便是在长大以后 在面临以后 比如说升学压力 或社会的一些 社会的一些改变 或一些环境的变异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有心理 有那种很柔软的地方 后来就是有一些农村的 农村的心里面的一些 一些基础 如果他们有一天 站在某个位置上的时候 或者是 或者是在他们自己本身的 立场上的话 能够回过头 当农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能够回过头 去听农村发声 或者是对农村有更多的关怀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我听到这一段 或是我在看影片的时候 就想到我们在三年前 在中正大学发起了一个互数运动 因为前瞻计划要把这个开发路 然后要把这个芒果树 百内蔓 国树移除 那我们就办了一个 弄甩亚的活动 就是邀请附近的东龙国小的小朋友 还有老师来弄甩亚 那后来我们就访问了 那个东龙国小老师 他说办这个活动 其实他不是只有一个生态教育 或是环境教育 或是这种文化历史的教育 他讲一个东西 让我很感动 他说就是如果有一天 这些小孩去开发公司了 或是去当官了 然后他如果有一天 他必须要去做所谓的城市开发 那他的脑袋里面 就不会只有开发这件事情 这个脑袋里面 他可能会存在的文化 农业 环境 生态 这样的一种 过去小时候有的经验 或是这种知识 这个历程 他就可能让他会做出 不一样的选择 即使他最后可能还是选择了开发 可是那开发 也许可以把环境的破坏 相对是要降到最低 可是相对于 没有这些生活经验 没有这些文化经验 没有这些历史经验的人 他们可能很快的就决定了 这个城市应该要怎么走 或是从他技术的专业 技术的本位去做这种思考 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这种所谓的教育里面 也许他真的不会让你发大财 可是会让你多一些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经验来 更懂得如何去面对这个社会的变化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 再来跟大家继续讨论这部片子 这部片子除了谈到龙渡国小之外 其实也有里头的一个 非常有趣的农夫叫做阿明黄伟成 他其实原本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人生失败组 是一个鲁蛇 可是没想到在一个大家觉得 看不起的农业 没有未来的东西里面 他竟然成为人生的胜利组 那但是成为人生胜利组之后呢 他其实还面临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他视频片子震远都应生啊 他卓西充的梦想 是一个人生的梦想 我做生意尽 我做生意尽 他吃说 我做生意尽 你做生意尽 我倆阿尾夫妻少姑娘家老婆 我倆阿尾夫妻少姑娘家老婆 我倆吳柳桀 我倆吳柳桀 何時此故我老爺真是 何時此故我老爺真是 我倆春菁江天女 我倆春菁江天女 我丟臉未一齣 我丟臉未一齣 现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非常好看的 的纪录片叫做米昌的孩子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这部片子的两位导演李慧怡跟曾洪志两位好 管老师好大家好 管老师大家好 非常谢谢两位来接受我们访问 我们刚刚其实在上一段节目当中谈到了这部片子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农度国小以及农度国小的主任 他在里面其实非常努力的在推动一些事情 不过这部片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主轴就是农民刚会也跟我们提到就是阿明这一位美农的农夫 我觉得这个人的设定其实也蛮有趣 也不是设定他的整个历程就蛮有趣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从事农业是没有未来 然后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有提到说很多的家长也会希望孩子以后就是到都市工作 所以就像我们在民雄屋我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但是很多的家长都跟他小孩说你出去就不要回来啊 就是不要回来就是说你就好好留在台北就好留在农村 留在这些可能相对之下比较乡村的地方 可能就会没出团了就是可能没有未来啊 可是阿明就是黄伟成他事实上是选择留在农村里面啊 那他其实一开始小时候功课也不是太好 但是反而从农之后就成了人生的胜利组 为什么这为什么他的人生的发展跟其实好像跟很多的家长 或是我们一般的人的思考或是那个方向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我来先回应一下这样子 我们想说什么叫做功课好 就是可能说你会过去我们讲过你会考试啊 会算书会讲英文啊 这些就是真的是功课好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透过那个量 透过基酸透过考试去拔给给大家看了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孩子 如果说他是农民的话 那如果那像是插秧啊 或是认识动植物或者防疫施肥这些东西的话 这些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专业知识 可是这专业知识并没有办法 透过所谓的考试这件事情 因为他不是我们最规的体系的评量的标准吧 对对对对对 可是就是因为阿民具备了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所以所以他才有机会就是参加各种比赛 后来拿到还不错的成绩 那甚至就是在一个他非常有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要分享就是说他有一次 我们在拍安眠的时候 他在他们家大理石工厂 他就讲到说他自己受伤了 因为搬霸里大理石的关系 他是有一些职业的伤害 那这个职业的伤害其实是导致了他 身体上有很大的一个行动上的不方便 那其实我们都会想说 当你一个结婚就是成家立业的一个 一个年轻人 因为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 他说就是三十几岁年轻人 他面对这样子的打击的时候 他应该要怎么办 其实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一直讲说 他过去面对这些事情 然后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很怕社会的压力 就是社会怎么去看他这个人 包括说他如果没有办法拿钱回去养家的时候 那他的小孩子或是他老婆 又会怎么看他 甚至他就讲说 有一次没有钱 可是他就偷偷的去把 结婚时候的金子拿去卖 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 你突然你都会觉得说 这个年轻人就是你会觉得说 都已经好像感觉起来有点走投无路 因为他面对社会的压力的时候 被逼到墙角了 对被逼到墙角这样子 后来该怎么办 可是其实是透过他过去 因为跟农村的熟悉 就是从小有帮忙这个东西 他才有机会进到农村的体系里面 后来开始自己种稻 种番茄 种萝卜这样子 让他透过努力的过程里面 让他好像找到一个 找到自己 就是不是在考试体系之下 去找到自己 而是透过务农的方式 透过自己努力的方式去找到他自己 这个是我看到说 其实是农村去接住了安民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在拍摄经验里面所看到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湾或在很多国家的发展进步 都是一条直线 然后好像我只有一条路 但是其实不是 农业是另外一种选择 但是他可能不在于他们的整个成长 我们孩子的成长的被衡量的指标 就是你种田做的很厉害又怎么样呢 考试考100分才是重要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体制 就是限制了很多的可能性 可是在现实上面 就是我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也察觉到说 农业他本身就是一种职业 或是生活形态的另外一种选择 可是即使不是呢 他其实也可能是一个退入 就是刚刚谈到了 接住了阿民的这件事情 对 那甚至可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那如果没有农业 他可能不止我们没有饭吃了 没有本土的饭吃 我们可能是这种所谓人生的 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也会被这种单一的路径 单一的方向给整个给卡死 然后被逼到这个退无可退 走投无路 因为你好像就只有一个方向去走 对 我不晓得就是在这里面 阿民的故事让我看到 哇 真的真的是这个农业 不是只有养活众生这件事情 而是能够让一个人 自我实现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 那在这部片子里面 其实阿民他其实不是只有在重农 他事实上也是一个组织者 就是一个社会运动的行动者 而这个运动抗争事实上跟水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知道水不只是农业 非常重要的资源 其实在美农也是一直以来的议题 包括二三十年前的反水库运动 就是跟水有关 然后现在的这个水的这个影片呢 其实在这里面 也阿民会发起的这个串铃跟抗争 也跟水是有关的 到底在美农水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阿民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部分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基本上水议题一直在南部 是很重要的议题 因为我们南部是一个这个叫风枯比很大的地区 所谓的风枯比就是说我们有长达六个月以上 六个月或七个月以上的旱季是不会下雨的 那我们另外一半的时间是一直在下雨 所以表示我们的水啊 因为我们的地下水啦地表水 其实都是来自于雨水嘛 我们雨水的补充是非常不均匀的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哇 缺水的时候就看到高平息浸流量很低 对不对 然后就说大高雄可能面临缺水的危机 可是水太多的时候又会看到像巴巴风灾 三天之内下了2600毫米的雨量 把一年台湾的雨量都下完 所以基本上水的不平均在于南部地区 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问题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水很多 多到再生灾难 我们有时候水很少 少到行程我们无法耕种 我们必须要 比如说像台南地区 修耕就很多 我们要把水给其他的工业区 让给其他工业区或是民生用水 所以水议题一直以来在南部 这种风箍比很大的背景下 它就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资源议题 就是水就是资源这样子 那美农其实的地理位置很特别 我们位在高平溪的两大支流 就是老农溪 东边是老农溪 左边就是奇山溪的 这个叫做冲击平原的扇顶上 所谓冲击平原的就是说 我们的河流出山以后 是不是会越来越广阔 对不对 在山上的时候都是小小 就比较深的溪流 然后出山了以后又越来越广阔 像老农溪到了美农这一段 出山了以后 因为我们美农就是老农溪的出山口 到了出山口 我们是河的宽度 有两公里这么宽 然后在另外一边 东边的是奇山溪 也是一样如此 就是出山的时候和服很广阔 这种和服很广阔 它就会造成地下水的渗透 所以我们美农的地下水非常丰沛 像比如说以我们家附近的农田来讲 其实如果农民要挖地下水井 要灌溉的时候 其实是很方便的 我们不一定要靠水井 我们用地下水水井也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我们就刚好位在两大支流交汇的 这个冲击平原的扇顶 它的地下水很丰沛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的气候关系 我们的风呼比很高 所以水液体一直 水的争夺或分配 一直是我们很关心的事 那这也可以回应刚刚老师讲 为什么1980年代会有 反美农水库的议题 对1980年代的时候 政府要发展南部的工业区 工业政策 那时候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冰南工业区 那冰南工业区你要开发那样子的一个产业 你没有水不行啊 可是你冰南工业区那一边是水的下游 对不对 靠近西部海岸 不可能储水 那水要从哪里来 就想办法要在高平溪的上游存水 存水最好的设施就是水库 所以就选择美农这个地方要盖水库 才引发一连串后续超过10年以上的抗争 那这个是最早期因为水的资源形成的抗争 那刚刚我有提到地下水的丰沛性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到水库 它其实是地表水的水资源 那地下水它叫做 它就是地表水以下的水资源 那我们美农地区南部地区 有两条大管子 是把我们美农南部的地下水 抽出去要给高雄市的工业区用 现在就已经在用了 长期抽水 然后输送到工业区的结果 就是美农地区的南方的地下水不够用 然后南方地区又是比较慢开发的地区 自然水的普及率比较低 然后居民都是使用地下水 所以就会造成每一次到了旱季 老师刚刚我是不是有讲到 我们风窟比差很多 对不对 到了旱季的时候 居民农民都没有水可以用了 生活用水也没有 洗衣服也没有水 煮饭也没有水 然后南部我们美农南部地区 有一些人养虾子 也没有水可以养虾 那就造成了一个结果 政府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政府造成的 因为我们的地下水 被政府抽去了给高雄市用 对不对 然后造成了我们旱季没水用 那要解决汉季没水用的问题 就要往上游去找 就是增加上游地下水的渗透率 对不对 就是说你用的已经超过了渗透的了 那我们想办法增加开发水源 结果政府就要在阿明耕种的那一大块地 90多公顷 阿明是只有小小一公顷多 90多公顷的地方要盖一个设施 叫做地下水补助设施 那这些土地就可能面临了会被政府 因为有一大部分是政府的国有地 那政府就会觉得说 这国有地长期租给你们 现在我要拿回来要盖这个设施 可是农民就会觉得 这个我祖先从日据时代就开始开墾了 是你们国民党来说这是你们的地 说这是国有地 然后现在到了21世纪 你又要把它拿回去 农民就不能接受 那阿明就是在那其中的一个农民里面 所以他就开始去组织串联很多老农 尤其因为老农他们比较 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反抗 或是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意见 阿明就开始去串联组织 然后找大家一起去参加工厅会 座堂会 表达农民的意见 所以才会有刚好我们可以记录到这一段 其实我们在拍摄期间 都一直是在拍阿明耕种 他的家庭生活很高重 还没有遇到这件事情 就拍到一半就遇到这件事情 那时候我们也非常讶异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透过这一段去呈现 一个从人生的loser变成胜利组的农民 然后面临他的土地可能会有危机的时候 他的一个回应是什么 其实阿明在我跟洪志认知里面是一个非常开朗 很爱笑 一天到晚就唱着爱拼 爱吃 他就是这种人 然后在原子 对他在原子里工作常常自言自语 对对 他会说什么 这里结束了 大家跟我来 我们到下一站参观 他会跟他的工作会他直接会有对话 对他其实是一个这种人 所以当那个时候我们看到阿明很气愤 然后很努力想要去串联的时候 对我和洪志来讲 我们其实是认识了一个朋友的 就是认识了朋友的这个另外一面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跟着他去记录他走这一段路 我觉得那一段路对我们来讲也是刺激很大 我也会去想如果我们的土地面临下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就我们耕种的土地这样子 所以这是简单讲一下水资源在美濃的背景 我觉得阿明其实是一个 在里面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人 他又哭又笑又唱歌又生气 各式各样的人真的体验 在他身上里面 我觉得你们都抓得很好 就是把那个很真实的面貌都紧紧抓住 然后呈现出来 那我们也可以到看到一个状况 就是在大家都鼓励很多政府都鼓励青年返乡啊 回家种田啊 可是你返乡种田之后 你的政策不改变 你的水资源的问题不解决 你面临到跟工业竞争的时候 你又比较偏向工业你叫大家回去 那最后可能也都是一场空 因为在现实上面 农业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 他有很多很多外在的制度啊 或是环境的条件 他必须要一起支撑的 就是这个情境 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跟情节啊 当然两位在拍这部片子的时候 其实因为你们是一个专业的记者 那同时又是一个农业的实践者 农业的实作者 所以你们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 拍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觉得会跟农民 或是跟这个小学里面的老师师生之间 是有非常非常的贴近 但是又可以抓出很重要的 很敏锐的抓出的一些议题啊 但我还是很想要了解说 为什么两位会离开 离开先挂号 因为也没有真正离开了 离开媒体工作或是选择所谓的办农 办媒体 那选择到农村生活 那回到了农村 到了美农之后 对你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冲击吗 有什么样的不习惯 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前两天看会议的书 我说哇天哪 你的地层也太丰富了 就是从一个长期在都市 然后又很冲撞的人 然后再回到 到了一个乡村里面的生活形态 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要面临到各式各样左邻右舍 龐大家族 我觉得那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到了为什么要回 为什么要选择办农办媒体 然后到了农村生活 对你的冲击是什么 对两位的冲击是什么呢 同志要不要先讲 好啊 好 同志先讲 因为我觉得我 我本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都市 的环境 对 因为其实像我 虽然我在美农工作或生活这样子 但是我其实进到高雄市去是会迷路的那个人 哇 那种人 对对对对 我现在回高雄我也会迷路 这高雄都小时候高雄都长得不太一样 不到我家以前的地方 我想说我家有这条路吗 对对 就是那个都市巴掌真的是会让我迷路了 对 可是我觉得他会让我迷路 其实是他的步调 其实高雄市已经算慢的步调 但是我觉得那个相对来讲的话 那对我来讲其实都算是快的 所以所以当初有个机会就是到美农 就是采访 哎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也许 也许可以多一点点时间留在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农村到底是什么的一个样貌 这样子 因为我因为我是贫农内部人 那我们大概也是就是在 就是离农潮那个时代出生的孩子 这样子 那离农潮出生孩子 其实以前小时候你可能看得到家里 旁边有稻田 或者有什么果树之类 可是当我们在经过二三十年之后 再回去看的时候这个已经没有了 我们过去的农村经验 其实到了到了现在 它其实断裂的 那因为到了美农的关系 这个还保有非常多农业基础 或者是农作 农作非常丰盛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其实你才会知道说 哇原来农村 它是一个很不同的样貌 因为你可以透过那个过程里面 你去 你慢慢的 你慢慢去制造说 什么叫做农村的语言 包括说他怎么怎么去重做 或者是怎么去 知道说人跟人之间脉络是什么样子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过去 我在我自己家乡里面去 是从来都没有没有经验到的 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才会有机会 嗯 跟 跟这边跟那个土地上好像 好像 黏的会比较近 嗯 嗯 黏的会比较近 呃 就像是说我之前在 呃 美农这个地方就租了一个房子 这样子 那租房子之后 我的房东啊 我房东他基本上就 快80岁了嘛 当时他就是跟我讲说 哎 你要不要 呃 自己下去耕田看看 嗯 嗯 哦那时候我 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大胆 他这样问我就说好啊 那我们那就来试试看啊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就开始 到处去问人 哎 我们应该怎么去 怎么样去认识这个这块土地 后来要怎么去找 呃 认识那个稻子稻秧 他是什么品种的应该怎么去 呃 施肥或者是做防疫的动作 或者是应该找到谁来处理这些事情 因为有些时候不是说 你你想做就能做 他还是有一些专业的一些 技术门槛在里面 嗯 不过就是透过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慢慢的 呃 一步一步跟你的 呃 因为农田的关系 跟着你的生活是绑在一起的 后来你会 更了解那些 所谓的 农村的 语言语言知识 甚至是文化这些东西 啊 那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慢慢慢慢慢慢 渗进去你的血液里面 那这些 这些其实也是 我我后来觉得 他他也会变成我 在农村跑 新闻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基础 包括说 我们可以讲共同的东西 共同的语言 对 好 那这个状态的话 其实我们会 入到 所谓的 我们想要采访新闻的核心点 那对方的话也可以 可以知道说 哎那你也不是随便跟你 跟好像自己玩玩了这样子 对 对对对对对 那关系其实是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对 因为这种姻缘机会 所以就是 就是 嗯 在农村上 我我我我个人是觉得 还蛮多姿多彩的啦 也很丰富这样子 你刚刚谈到那个你的房东说 有要不要去种田哦 然后你去做我觉得你很有勇气 你知道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啊我们这里的农夫一个他们家种咖啡 有有上我们的导有报导过 然后那个农夫 他说我喜欢喝咖啡 他说啊我这边有一块地 你要不要来种咖啡 对他就是我要不要去 他说地要给我种咖啡 我都吓死 我想说我怎么可能 我就在那个过程中就发现自己好卑微 就是好无能的 就是这么专业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会做的来 那这个其实就在那个农村里面 他其实对我们从都市来的人 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跟跟反省啊 其实我们以前学到东西 只是一回事 可是在这里有更专业 更深刻的 更重要的东西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那会议其实也是在台北 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你对很多的这个议题 都非常的积极关心跟参与 那我不知道 当然你到了农村也是跟这个采访有关 那到了农村之后 其实你特别是 特别是回到了嫁到一个家庭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对女性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改变 那所以不只是那个生活环境的改变 那个家庭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改变跟冲击 你你怎么去适应这个过程 或者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对你自己的冲击跟改变又是什么 我觉得个人的冲击真的无所不在 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 包含像比如说我们 我们要我们要把记者这个工作做好 其实我们一直是被训练成一个有工作效率的人 然后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抓重点 然后抓完重点就开始要进行逻辑 要把逻辑顺出来 然后如果可行的话 还要去帮读者或是观众找到解决 这个我们新闻报导出来这个议题的方法这样子 就是说记者的训练一直是比较 比较你必须 你必须能够同理的去采访受访者 但是你也必须要很理性的能够对这个议题有所掌握 然后进行比较 比较完整的报导 我觉得这是记者训练 我长期过去在台北也是一直这样的生活 就是我们在追求有效率的生活 然后追求事情可以用讨论的 然后我们追求一直想解决问题这样子 就是用理性的生活方式 对可是在农村不是 农村就是农村也不是说不理性 它的理性的逻辑跟我们不一样 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照着日出日落 四季而走 这个理性不在于人是主体 这个理性是建立在大自然上 所以我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讲话 洪志知道我以前最常讲的就是 你可不可以讲重点 就是我采访到最后 我都很喜欢 很希望我的受访者讲重点 因为我已经快要精神分裂了 而且你要解稿要下班一定要讲重点 要不然我就要点半点麻烦 但是不是他不讲重点 后来我才发现 是我没有能力 用传统我们做新闻的方式 把它Time in Time out抓好 抓到一个点来拉出他想讲的重点 所以我后来就会比较常想用文字来做报道 因为如果你是用影像来做报道 你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比如说你就希望在15秒20秒之内 让他讲重点 可是如果这个人必须他透过慢慢的陈述铺陈 讲两三个小时 我们才能够截取到200字的重点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这个耐心去跟他换东西 这个是我在农村工作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扰 但是我觉得这个困扰我跨过了以后 我就发现我更能同理我的受访者 我就愿意或是我就有能力 应该说我有能力可以站在他的立场 听他把话讲完 讲完了之后 我就算整理只有200字或300字 我都会觉得那是很珍贵的 就是我好像是一个 我以前 我以前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那个 塞那个 塞那个 塞塞 塞砂石或石头的绿网 就是农民一直把 或是受访者一直把砂石 不同大小的砂石丢进这个网子上面 然后我就是那个网子摇一摇 我就要把它变成比较一致 人家看得懂的东西 下面就是我报道这样 就我有一度会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会觉得 我就是要负责做那个工作 萃取或者是筛选的工作 就做一个转逸的角色 对 那个转逸就变成 我们其实必须知道都市人听得懂什么 然后我们又必须知道 乡下人讲得出什么 没错 然后 那另外一个生活面向的 就到处都是 比如说农村就是比较重男轻女的 然后 家事的分工 家庭工作的分工 小孩子照顾的分工 就是一直都是很重男轻女的 然后 那我们也在这样子的环境下 现在也还在 那 那但是这个过程就是需要 一辈子的适应跟调整 和讨论 然后 我们的孩子会长大 然后我们年纪也会变大 我们越来越有机会可以去掌握资源 或者是说话的权利 所以他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以慢慢改善 那早期我会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去争取 或者是会站出来很多嘴 觉得谁谁谁哪里做不公平之类的 那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讲了 其实老人家也很痛苦你知道吗 他就会觉得我为什么七八十岁了 要替你来训话 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对我来讲已经度过了 我可以感受到我公公婆婆或是家族长辈 在跟我互动中的痛苦 就如同我不适应那一种 比较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生活方式 因为他也要适应你 对就是他们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 哇真好我儿子娶一个记者进来 我们家很有面子 后来竟然第一天就开始发现 这个记者很害理论 然后又想要改变家里的某些生活方式和习惯 因为很多生活方式习惯就是男尊女卑 我也不希望我两个儿子以后变成是 以自我以男性为主的那种人 因为这样子的人在未来社会 他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所以他还是要慢慢学习 我觉得比较新的时代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冲击是这样 很多的冲击是大的 但是改变是缓慢的 然后他其实有时候是要 对是要有所谓的技巧 是要去能够去感受 才能够找到那种回应的方法跟可能性 我觉得真的到一个新的地方的生活 我其实是很不简单 就是我自己都会觉得说 我在台北从事社会运动 跟我在农村在社区从事社会 都完全思考是完全不一样 我所要顾虑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 我在台北可能是我 我只要把这个事情解决就好了 把这个对方也干掉就好 可是在这个地方 考虑的是各式各样的复杂的人际关系 各式各样不同的感受 那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自己也是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历程 那当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脑袋里面就出现的是吴米勒 这部片子 那会其实也曾经提到过说 你常常会想到吴米勒 就是这部片子 然后因为会跟米昌的孩子做一些对照 那你觉得米昌的孩子这一部 是一种有米勒 那你也提到说 台湾经历WTO20年的冲击 然后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 其实农村并没有倒下 而看到农村是有希望 的确是这部片子里面 让我们看到很多的希望 从吴米勒变成有米勒 那看到的农村好像不是像 2004年或是更早之前 交WTO前后的那种悲情跟无望 可是我一直很好奇的是 是我们的环境真的改变了吗 还是这个政策改变了 还是其实只是农民的心态改变 我们调整知道怎么去面对 或是我们去肯定农业的存在跟价值 我想先讲一个背景好不好 就是我觉得农村对我来说 不管是人生还是我的工作 最大最大的帮助就是 它让我真正认识这一块土地 过去发生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没有进来农村做 有关于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报导 或生态的报导 或是农业产销失衡的报导的话 我不会去挖掘过去农业 或者是农村曾经在台湾历史上 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那我为了要去做一些专题报导 比如说我就会开始发现 原来日治时期的台湾 它为什么有机会成为一个农业的生产基地 我们要提供粮食给日本 不管是军人还是贵族 日本的贵族 那日本人在台湾的现代化过程中 如何建立了水资源的分配 电力资源的分配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 这里建立了稻米生产基地 那里又建立了烟业生产基地 稻米是养人的 烟业是赚钱的 然后日本政府又用这个钱 去发展它的军国主义 就是我觉得我为了要报导 我开始理解日据时代是这样 结果我发现日据时代 跟我们现代中间又还有一大段 我不了解的 比如说我那时候在搜集资料的时候 我就发现原来 原来1950年代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农业非常兴盛 我们有八成的人是农民 八成 然后我们有九成的外汇存底 外汇存款 是来自于农业和农业的加工品 在1953年的时候 就我如果没有去寻找 因为为了要报导去寻找农业的历史的话 我就不知道这一段 然后这一段跟农渡国小又非常有关系 我后来在拍农渡国小纪录片的时候 我就发现1950年代到60年代 是农渡国小人口最多的时候 我们的学生人数超过1000人 我们现在人数不到100人 就是我们在农业最兴盛的时候 孩子学校的孩子们其实人数也最多 然后那一段的时间呢 其实就已经有在推农业教育了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时期的农村 对于自我的认同 或是对于农业技术这件事情 是看重的 然后一直到了1980年代 我们台湾老师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我们常常讲说狂飙的90年代 然后90年代之前 我们前面有很多历程 比如说其实我们已经早就遇到全球化 我们政治被迫要开放了 那个美国说你们要总统直选 你们的政治要改革 然后你们的经济要开放 先是开放洋烟 老师还记不记得 我们开放洋烟的进口 然后我们开放果树水果 中部的水果 那时候还造成了520农民运动 对不对 东西的那些水利亚苹果那些 我们为了要开放火鸡 火鸡肉 美国的火鸡肉进来 然后造成农民很激烈的开放 我觉得我过去年轻的时候 曾经参与过的社会 以及我后来进入农村要报导的农村议题 在这一段时间的梳理下来 我发现原来我才有机会真正认识台湾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 而这个窗口就是我为了要报导 去把台湾的农业史做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梳理 那老师刚刚的问题是说 是政策改变了 还是人的心态改变了 还是整体大环境不一样 其实我认为这种的改变 它都默默的在往前行进中 但是唯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台湾面临全球化的这一段时间 农村自己的能量没有完全消退 就是我们无论是人还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那个能量还在 还足以抵挡全球化的压力 或者是政府部分值得争议和讨论的措施 我们自己的基础还在 那我们客家话有一句话叫反丧 反丧就是反过来又生存了下来 OK 的意思就是反生 反过来又生存了下来 就是我觉得我们度过了 撑过了那一段期间 曾经缺水的或是枯萎的作物 经过了我们土壤存下来 流下来的水分跟养分 又慢慢的生长出来 我的感觉是那样 那在我的心里会有那样的异象 然后我要回应一下洪志刚刚讲的一些事情 就是其实洪志就是 我们客家话还有一句话叫 死田螺 就是死田螺 死掉了以后浮在水面上 会自然而然形成一堆 我不知道老师在明星 有没有看过这种状况 我没有看过好的 好就是水田收割完了以后 或者是水田 农民如果有在读田螺的话 那死掉的田螺会浮起来 因为水的关系 或是风的关系 它会被吹到 流到一个田的一角 叫西田螺 做一个 这个是形容人跟人的气质相投 所以自然而然会很靠近 我要回应洪志讲中 我跟洪志就很像那个 西田螺做一堆 死田螺这一堆 我们对于农村有很多的好奇 有很多的想象 很多的答案想要在这里面寻找 然后我们在工作上 有很多的互动和刺激 那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 很想跑快一点 很容易燃烧 那种性情 情绪很容易烧起来的人 然后洪志他本身是一个慢慢走 洪志的兴趣就是散步 对不对 他非常喜欢散步 所以我们两个 一个人想走得快 一个人想走得慢 可是我们在那个快慢之间 会互相等待 或是互相看对方的节奏 然后我们会想要去 共同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很想回应 我们两个的能够在农村相遇 就是一个农村还有能量的证明 你知道吗 虽然大部分的人要离开 但是有两个记者 他选择在这个时候进入美农 然后记录下美农 在全球化之后的一些转变 然后我们看到的故事 把它记录下来呈现出来 是他就回应了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没有办法说这是环境或是政策或是人 某种的本质是存在的 所以他才有各式各样的适应跟改变的可能 那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也刚谈到这些美农 他接住了阿民 其实美农也接住了你们 就是农村也接住了你们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因为农村是有某种的多样包容的特质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进得来 他不是一个单向的发展 我不知道对于这个洪志来讲 这样的一个改变或是农业的发展 你怎么去看呢 这几年我们对很多农业的态度的思考会有很大 已经很大 有些不一样 我记得在2020年10月的时候 当时美农的农民乌章柜 他得到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的第二名 当时美农农会 他就在美农的五谷庙 他就办了一个活动 他就是在五谷庙办晋天 还有祭天祭神的一个仪式 去跟全美农人讲说 我们的农民很棒 他种到高雄17 他得了全国的第二名 当时他还邀请20多位 就是历届以来得过 就是可能是前三名的农民一起参加 我记得这些老人家加起来 大概就是超过1400岁 那么多 当时阿敏是其中里面的一位 因为阿敏其实他也得过 大名品质竞赛的冠军这样子 那个时候你会看到说 阿敏在这么多老人家里面 他算是一个非常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这样子 他就一直觉得说 他所有的这些技能都是透过 那些长辈是 比如说口耳相传 或者是他去请义的方式 去慢慢去学到的这样子 后来我就觉得说 这些人很厉害 那厉害是因为就是尽管说 台湾的米粮的价格 他不是那么好 那么好 可是他们还是把它当成一辈子的置业 在经营 或者是在 在燃烧这样子 包括阿敏的话 他也是这样子做 那这样子 你会看到真的会有一种人 他把农业当成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骄傲 这样子 去经营下去 对 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土地 他除了是一个生产粮食基地之外 他其实还是一个维持或稳定一个家庭 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在看美农 这一二十年的变化的时候 我其实我会觉得说 美农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一个农村嘛 那在WTO之后的话 你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愿意回到农村里面 透过农会 美农农会的一些辅导的一些系统进到里面 开始了比如说种纯米香番茄或者是白鱼萝卜 所谓的比较高经济作物的一个农业 去让所谓的农业这件事情可以 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 那因为这样子的力量的汇集 年轻人或老人家 或待待相传这种关系 让整个美农 我觉得他才足以去 去度过WTO之后的这些 冲击 让他展示他自己的样子 这是我在美农的一个观察 的确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些基础 就是农业我们真的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好像是落后 然后不入流或者不主流的东西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人的生存的基础 社会生存的基础 就是如果我们这些东西都不好好的重视 或者是没有看到它的价值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毁气掉 可是他毁气之后 我们就不会有农度国小 我们就不会有两位记者在这里的 被接纳被包容的这种生活 也看不到台湾有各种各样发展的 这种可能性 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给我们 这么好的片子 让我们看到这个 不只是农度国小 我们也看到美农 看到阿民 看到在农村的一种各式各样的生活的 心态 以及可能性 那这部片子呢 在5月22号 在客家电视就会首播了 同时也会在不同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 这个不同的串流平台当中也会有播出 所以到时候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可以来收看这部片子 当然之后也会有一些巡回的放映 对不对 在美农或在其他地方 所以也可以留意 这个米昌孩子的网站 这个脸书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可以一起来观看 一起来猜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希望下次有机会 你们再成为我的受访者 我们来访问你 老师下一次换你种一种东西 我们来访问你 那我赶快再去找我的农夫朋友 说赶快把第一小块就好了 所以我只有在我们家的花园种咖啡 我就觉得我都种得沉沉惊惊惊 好这不是重点 我要跟他说再见了 好谢谢两位 谢谢我们下午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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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